和一般我们吃的马铃薯看起来完全不同 桌上一颗颗的马铃薯 有的就跟安全蛋一样大而已 位于中国北京西北部的研究机构中 分子生物学家团队正在研究 未来地球持续暖化的条件下 会对马铃薯的生长产生什么影响 我觉得是令人担忧的 因为温度的变化 我现在的这个设定是三度 平均温度三度的变化 它对产量的影响是极显著的 研究人员发现 随着气温升高 不只长出来的马铃薯异常的小 还会减少现有马铃薯品种的产量 未来的粮食安全将会岌岌可危 除此之外 团队的研究结果还发现 较高的温度使快筋生长加速了10天 但马铃薯产量减少了一半以上 也正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马铃薯生产国 因此它的产量对全球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华语新闻许明星终何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订阅